宝贝女儿,你爸是我们这的首富 不要让别人都瞧不起你 你还是要注意个人形象 我爸在有钱,那是我爸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穿得好不好和人品也没有关系 不像有的人穿的人母狗样就代表他品德高尚 再说了,我穿成什么样 别人也不知道我爸是腾飞集团的老总 你就放心,我是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女儿啊,你爸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大不如之前了 你都快26岁了 也是时候该为这个家分担一点了 妈,我还不想靠家里 我也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就不要勉强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了 好了好了,妈不勉强你了 真是女大不由娘啊 一个月后 女儿啊,昨天妈去公司的时候 看到你和一个男孩子很亲密 那是不是你交的男朋友啊 女儿什么时候带回来让爸妈看看呢 还有,她应该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吧 你可别上别人的当了 妈,我们是大学同学 才正式交往没几个月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我们家的情况她现在还不知道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你自己把握好 不要让她是因为冲着我们家的钱 才和你交往的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听明白了吗 妈,这个我还是明白的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 第二天 亲爱的,我们也交往有几个月了 明天我们家有家宴 我爸妈也想看看未来儿媳妇 正好有事和你谈一下 这么快就见家长啊 我们才交往几个月 既然你说是家宴 那肯定有不少人吧 我怕自己应付不来 有我在没事的 都是些七大姑八大姨 只不过主要是请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吃饭 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 顾小雅还和往常一样 穿着来到了梁白开家 他们家是一栋三层小洋房 但是装修得很富丽堂皇 梁白开看到杜小雅 妈,这是杜小雅 我女朋友 梁白开妈妈用那种不可一世的眼神 瞟了一眼杜小雅 嗯,知道了 马上要吃饭了 你们去餐厅吧 顾小雅在梁白开的带领下来到了餐厅 其他人都已经入席了 小雅进来的地方正好有一个空位 她以为这是给她留的 刚准备坐下 顾,顾什么的 那个主位是你能坐的吗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 顾小雅 你快来我这里吧 我把我的位置给你 儿子啊 他自己有手有脚 难道自己不会搬凳子吗 顾小雅被这猝不及防的怒对 自己心中的怒火 已经被谭母给彻底激怒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谭母会这样对她 不管怎么说 这是她第一次来谭世伟擦架 但是她还是压制了心中的怒火 翻了一个凳子 坐在了谭世伟旁边 我说 那个小雅是吧 今天让你来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 你和我儿子交往了 有几个月了吧 她把你的情况大致跟我说了 我不同意你们再继续交往 这里有二十万 算是分手费 以后你跟我儿子没有关系了 就她这样的 哪里还需要给她二十万 给个一两万就行了 够她买全身上下衣服好几百套的 你给我闭嘴 你自己看看她穿着打扮 哪里还像个女孩子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妈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 肯定开不了口 那这个恶人妈来做吧 就她这样的 哪里还需要给她二十万 给个一两万就行了 够她买全身上下衣服好几百套的 既然我都已经说出口了 就便宜了这乡下丫头吧 小雅 你可想清楚了 在我没反悔之前 你拿了钱赶紧走人 以后别纠缠我儿子了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我都让你给我闭嘴了 我决定了的事情 不会改变的 你别在这里再给我说了 儿子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咱们许 家可救你一个儿子 你可是要继承家业的 妈都已经给你相中了 你留书的女儿 你别不懂事了 你看她一副穷酸笑 想必家境一定不好 可我们家门不当或不对 我不会同意你们继续交往 梁白开被妈妈说得 哑口无言 只是瞟了一眼杜小雅 也不再说话 很显然 谭姆在这个家 说话很有分量 阿姨 二十万未免有点太少了吧 儿子 你看看 这就是你交的女朋友 金钱面前谁都会妥协 区区二十万就让她动摇了 什么真心相爱都是假的 杜小雅 你不是爱慕虚荣的女孩 你怎么会 梁白开你搞清楚 明明是你自己先犹豫的 现在却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杜小雅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支票 很熟练地写下了两百万 给了梁白开妈妈 二十万未免也太不拿你儿子当回事了 我给你两百万 以后我们的事你少管 杜小雅你就别闹了 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么年轻就不学好 就你开出来的这个 能兑现吗 这是在某宝上买的吧 你这样可是要负责任的 不要冲动 小姑娘 到时候不要搞得不好收场 杜小雅 你赶紧收起来吧 别闹了 一桌子的人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杜小雅 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就在此时 一个西装革领的男人走了进来 王总 您到了 怎么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好去门口迎接你呀 一桌子的人都起来迎接 王总和他问好打招呼 只有杜小雅没有起身 因为他看出来了 这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便是爸爸公司的人事经理 是爸爸的左膀右臂 王叔 你来了 杜小姐 你怎么在这 我男朋友一家人约我见面 说给我二十万 让我离开他儿子 什么 他们给你多少钱 是我听错了吗 哈哈哈哈 二十万 王总嘴角都笑抽了 神情复杂地看了看 在场的众人一眼 一大桌子人 突然都沉默不语了 哎呀 王总 事情还没处理完 让您看笑话了 这个小姑娘心高气傲 口气还不小 我说给二十万打发她 她还不接受 说要给我两百万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王总 你给看看 这是她开给我的 你说好笑不好笑 梁母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张票 双手递给了王总 王总接过后 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她脸上 只见她认真看了一下 便向梁母说道 这是真的 如果你要对付 是要提前电话预约的 王总 难道这张是真的吗 王总 您是不是看错了 她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你看她一身穷三样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开两百万的呢 杜小姐是我们的优质客户 她在我们公司的资产有多少 我不方便跟各位透露 但是这两百万绝对是真的 杜小姐肯定也不缺这点钱 不过为了斗气 但也没必要 钱还是要花在该花的地方 王总 你不会是见过世面的人 这么多钱 就算是请全程的乞丐 也能吃上几天 杜小雅 你这话说得可太过分了呀 我们难道是乞丐吗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梁白开她妈 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教养 我只是认为拿着钱喂狗 她还知道对我咬尾巴呢 肯定不会向某些人 请我过来吃饭 连座位都不给我安排 杜小雅说完起身 要离开的时候 对着梁白开说道 梁白开 你们家门槛太高 我高攀不起 咱们就此分手 我也不会影响你令攀高知了 杜小雅 我 我 王总看到我准备离开 她也立马起身离开 我今天公司还有点事没处理 饭我就不吃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王总 我这排了好长时间 才约到你 我们的事还没有说呢 那个借钱的事 你看 我们很熟嘛 我凭什么要借钱给你啊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王总很快出门追了出去 杜小姐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 王叔 我确实一口饭也没吃 被他们家这么一气 现在我也没有心情再吃了 那我送你回去吧 其实我跟梁家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他们拖了不少人 我实在是推不掉 才来他们家应付一下 一个月以后 顾小雅陪朋友去一家餐吃饭 看到梁白开一家人 以及梁母说的 刘家千金刘晓晓 可那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口中说的女孩刘晓晓 就是顾小雅大学同学 在顾小雅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梁白开 刘晓晓和顾小雅一直针锋相对 哟 这么巧 这不是杜晓雅吗 这家餐厅消费这么高 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要不今天我请你吧 这对我来说不足挂齿 小钱而已 没必要拿一个不相干的人请我吧 几天没见本事见长啊 你就不要这打脸充胖子了 不管怎么说 你好歹是梁白开的前女友 请你吃顿饭我还是不介意的 小小不愧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有格局有气度 我喜欢 也只有你这样的姑娘 才配得上我们家白开 是啊 我 你们可高攀不上 因为我家太有钱 你儿子想跟我在一起 也只能入赘了 我看你这小姑娘 是说大话上瘾了 你以为这样 我就能同意你跟白开吗 你少做梦了 小小才是我唯一认可的儿媳妇 杜小雅 你别再说了 我都知道了 梁白开 你把话说清楚 你又知道什么了 我给你把话挑明了 王总他老婆 我们都很熟 我曾经问他 认不认识一个叫杜小雅的 他说他都没听过这个人 梁母说话的时候都没有底气 因为他跟王总老婆 根本就不认识 就是在这信口开合 杜小雅 我马上就会和梁白开订婚了 你就别再掺和了 那恭喜你啊 你们在一起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太般配了 就算你比我长得有那么一丁点好看 那又能怎么样呢 你们大学曾经在一起过 那又怎么样呢 谁能想到最后才是你家 你这辈子除了长得好看 其他的你可能坐上火箭也追不上我 你就是一条咸鱼 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元旦那天 我们在建设188号地好酒店举行订婚宴 到时候欢迎你过来 杜小雅 那天可是你的生日 想必你也一定有其他的安排 就别来了吧 别啊 让他来见见世面 那可是全是最好的宴会酒店 超贵的 你这辈子估计都没机会再去 杜小雅笑着 接过情检 随手扔进包里 杜小雅就去了一趟 洗手间的功夫就被母亲翻了出来 梁白开 这不是你那个大学的男朋友吗 他怎么跟别人订婚了 妈 为什么翻我的包啊 上个月不是还说去他们家吃饭吗 说他父母要见一下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快跟妈妈说说你们为什么分手了 被人看不起呗 我们已经分手一个多月了 至于他和谁订婚 我管不着 其实妈妈有一句话早就想跟你说了 那小子 我见他第一眼就感觉他闷头闷脑 他根本配不上你 你要听我的选择 出国就好了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平时让他节省 上大学才给他五千的生活费 他也不至于扣扣嗖嗖的被人瞧不起了 我早就说过 别把你捡来的破烂给他穿 别把女儿打扮得像个村姑式的 我看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你们别吵了 要不你们离婚吧 你们吵着不累 我听着都累了 我大学也毕业了 你们也不用再为我将就了 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谈良白开吗 因为他听话 从来不跟我吵架 让我没想到的是 正因为他听话 他不只听我一个人的话 还听他妈妈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不和 要懂得壮士断腕 及时止损 爱情也是如此 你早早发现他不可靠 这是好事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止损呢 每天吵来吵去 等你再长大一点 就会知道 世上的爱情从来不是千篇一律 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孩子 我们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此时爸爸拿起电话 在建设路188号定了档期 爸 你这是要干什么 正好那天也是你的生日 给你办个生日宴啊 生日宴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喂完待去 下集更精彩 宝贝 正好那天是你的生日 爸爸给你已经定好档期 咱们办个盛大的生日宴会 我今年才刚满24岁 18岁也没有办过成年礼 怎么突然24岁来办生日宴 你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24岁又怎么了 你是我杜远山唯一的女儿 有爸爸给你撑腰 谁也不能给你委屈受 就这样 杜小雅的生日宴爸妈宴请了不少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 搞得风风光光 元旦很快就来了 梁白开订婚宴在一楼 杜小雅的生日宴就设在二楼 当天梁白开和刘晓晓 并肩站在酒店大堂迎接客人 心情十分的喜悦 杜小雅 真的没有想到你真的来参加我的订婚宴 这样你不觉得尴尬吗 你都不尴尬 我有什么好尴尬的 此时杜小雅看向了刘晓晓 觉得有点讽刺 她还引以为荣 杜小雅 你觉得我好看吗 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吧 这个是我爸特意为我定制的 要15万呢 你看这样吧 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 这套衣服要不然要给你先留着 跟你结婚的时候送你撑一下场面 杜小雅 我还真没想到你敢来呀 不过来者便是客 就给你安排在西天的座位吧 你看看 你和我儿子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以后别再纠缠着我儿子了 你别自作多情了 你以为我是来参加你们家订婚宴的 让开一下 别影响我上二楼 你真好笑 楼上可是腾飞集团 杜总女儿的生日宴 我都没抢到琴铁就凭你 你可真会吹 哈哈杜小雅 你就去试试吧 说不定看在你也信杜的份上 可怜你 会给你留一个位置的 就在此时 王总走进酒店大门 静止走了过来 王总 您来了 感谢您的赏脸 你的到来为全子增添光彩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不是来参加你们家的订婚宴 我是参加杜总女儿的生日宴 我先上去了 一脸几位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梁母以为都是来参加她儿子订婚宴的 不曾想全都是参加杜总女儿生日宴的 梁母现在已经笑不出来了 小小脸上已经乌黑乌黑的 看到他们这样 杜小雅再也忍不住笑了笑 刘小小气急败坏 说道杜总是我们这里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都去参加杜总女儿生日宴也很正常啊 杜小雅 这里还轮不到你嘲笑我们 你们也不动动自己的脑子 好好想一想 我姓什么 有没有可能我是腾飞集团杜总的宝贝女儿呢 怎么可能就你这样的穷酸样 还配做杜总的女儿 你是不是白日做梦 杜总的千金怎么可能会是你呢 小雅 就算我们之间分手了 你也不至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吧 你先进去找个位置坐下来吧 梁母和小小都抛去嘲笑的眼光 就在这时 杜总跟几个书博出现在门口的大厅 你看到没有 那个就是腾飞集团的杜总 你叫他一声吧 看他会不会答应你 好啊 那我叫他一声给你看看 杜小雅叫第一声的时候 杜总正在和几个书白说话 没有听到 哈 杜小雅 没想到你还真敢叫啊 你也太搞笑了吧 你也不看看杜总是什么人 竟然敢叫爸爸 你要不要点脸 于是杜小雅放开声又叫了一声 杜远山 没有规矩 这什么场合 瞎叫什么 怎么还没有去化妆换衣服啊 接着 几位书博们也跟着过来了 爸爸一一介绍 杜小雅跟几个书博打完招呼后 杜总看了一眼凉白开 疑惑说道 宝贝女儿 这不是你那个大学男朋友吗 这个吗 爸 那是曾经的男朋友 我们早就分手了 今天是他并婚的好日子 你可别乱说哦 我还想着 这不是元旦吗 叫你男朋友 一起来家里吃个饭 真是可惜了 做不成 我杜家的女婿了 看来这桩婚姻是没有缘分的 此刻 梁母听完杜总的话 那个脸色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激动了半天 才憋出一句话 城王杜总抬爱 小儿杨白开没有这个福气 这是哪位啊 爸 这是梁白开的妈妈 原来是梁夫人啊 瞧我这个记性 我们多年前见过的 梁夫人现在越来越年轻了 杜总又招呼 看热闹的大学同学 你们都是小雅的同学吧 一会都上来吃饭吧 礼物就不收了 到时候给小雅 说句生日快乐就行了 从头到尾 小小都被忽略 没有人注意到她 原本她是今天的主角 爸爸刚走 母亲的助理刘洁走了过来 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盒子 里面是一条香满钻石的裙子 杜小姐 这是夫人找人 从国外手工定制的礼服 你现在去换上吧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身 还有这双珍珠鞋 也是按你的尺码手工定制的 还有这条项链 刘洁 这都是些啥呀 又是我母亲口中的艺术品吗 是的 夫人上个月在国外 花了八千多万拍到的 你就将就戴着吧 同学们都惊呆了 纷纷交头接耳 没想到这么多年 杜小雅隐藏的这么深 从来没有让他们感受到 她是附加千金 杜小雅 你这身打扮的多少钱呀 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该不会之前你穿的那些 像麻布袋一样的鞋 什么都是 好几百万一双吧 那倒不至于 只不过杜小姐脚上这双鞋 也就六十多万吧 那天去凉白开他们家吃饭 杜小雅穿的就是这双鞋 当时被他们所有人说是地摊货 他们听到了鞋的价值 一家人脸色红的红 白的白 这种难看都呈现在 他们几个人的脸上 尤其是梁母 眼睛都直了 杜小姐 时间差不多了 客人都等着呢 咱们赶紧上去化妆混衣服吧 同学们 大家都一起上去吃个蛋糕吧 好好好 我们马上上去 凉白开我们就上去看看 千千世面救下来 你不要介意啊 十分钟后 杜小雅换好衣服下楼拍照 梁白开整个人看着惊呆了 目光一直追随着杜小雅 快步迎了上来 说道 杜小雅 你好美 你整个人都在发光 祝你生日快乐 待会送你一份生日礼物 谢谢夸奖 礼物就算了 我不缺你的礼物 杜小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家里的情况呢 我早就说过了 可你们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呀 我对不起你 不用道歉 都已经过去了 我祝你和刘小小白头偕老 刘小小站在不远处 满是怨恨的眼神 看着杜小雅 刘小小 你如果喜欢我这一身 要不我穿完给你留着 等你结婚送给你撑场面可以吗 杜小雅 你别太过分了 杜小雅 其实我心里的喜欢的是你 假如我不娶刘小小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梁白开 你个混蛋 你想干什么 我不喜欢你 是我妈逼着我要和你订婚 梁白开 我看还是算了吧 刚开始我以为你什么都听我的话 没想到你仅只是听我的话 还比较听你妈妈的话 我们还是算了吧 杜小雅 你看以前都是阿姨 有眼不识泰山 你看在梁白开的面上 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阿姨 我不会的 你就放心吧 毕竟我们都是不同层面的人 大象是不会跟刘依一般见识的 我被小动物咬了一口 难道我还要反咬小动物一口吗 梁白开妈妈被杜小雅反驳的 一个字都没有说 脸都白了又发泽 阿姨 您说我有说错吗 对对对 杜小姐说话就是语出惊人 佩服佩服 由于杜小雅的生日宴 跟梁白开的订婚宴在一天 很多同学都没有去参加他们的订婚宴 也拍了很多小视频 也有很多同学发的抖音 信息传播很快 杜小雅一下子就被发了出来 而梁白开和刘小小则变成大家残论的对象 尤其是梁白开 大家看他都用看智障的眼神对待 一个星期以后 梁白开又来找我 还拿着一束玫瑰花找到了我 小雅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段时间我想了好多 都是我没有主见 放弃了你 请你原谅我 我们还是和好吧 梁白开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不要这么幼稚了 难道上次跟你说的还不清楚吗 现在怎么又跑过来了 杜小雅 你是知道的 我和刘小小订婚 完全不是我自愿的 都是我妈安排的 商业连婚姻 订婚宴早就取消 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我心里 我一直只有你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应该很了解我的 我也没有办法 之前都是我妈逼的 你妈妈逼你的 你都多大的人了 难道没有自己的主见吗 难道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你个妈宝男 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 梁白开瘦了不少 整个人也颓废了 意气风发的少年不见了 而今却活成别人 直直点点的一个笑话 梁白开 我相信你爱过我 甚至现在还爱着我 可是你的爱真的太廉价了 我不能接受 你都没有去为自己争取 更别说为了我放弃利益 你甚至任由刘小小和你妈 对我的讽刺都视而不见 你的冷漠无情让我寒心 这样子的爱 你觉得我要来还有何用 假如今天的我 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你还会抱着玫瑰花 出现在这里吗 还会祈求我的原谅吗 小雅 真的对不起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我忘不了你 我不能没有你 难道你觉得发生这些事 我们还有以后吗 从我参加你们家的晚宴开始 我们之间就注定结束了 小雅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看在我们多年感情分上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对你已经没有爱 你再这样纠缠 只会让我更瞧不起你 又过了几天 杜小雅还正在家睡懒觉 突然被妈妈叫醒了 妈妈满脸晦气地说 女儿啊 快起来吧 梁家人找上门来了 麻烦您跟杜小姐说一声 以前都是我们眼瞎 还望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帮帮我们家事 为拉我们梁家一把吧 现在我们家资金链断了 本来我们家很好的商业联姻 也泡汤了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如果再没有新的资助 我们梁家就完了 陆小姐 都是阿姨的错 其实白开心里一直都有你 让她给你们家 做上门女婿吧 以后生孩子跟你们家性 什么都听你的 白开 你快过来求求杜小姐呀 梁白开依然很听 她妈妈的话 急匆匆过来说 小雅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阿姨 我看还是算了 想做我们杜家的上门女婿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排着队呢 要不然你们先排个号 也许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 能排到 杜小姐 你之前跟白开感情那么好 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了 对呀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感情好的时候 不是被你给做没了吗 你不是嫌弃 我配不上你们家儿子吗 都怪我跟白开 她把脑子进水了 目光太短浅 你就大忍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们一次也给白开 一次机会 此刻梁白开却在一旁 嚎啕大哭起来 不管他们怎么说 杜小雅也没有答应 临走前 小雅真的对不起 想不到我们今生情深远前 下辈子我一定不会负你的 下辈子不希望再遇见你 以后别再联系我了 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做一回真正的男子汉 就这样 杜小雅让保安 把他们一家人轰了出去 梁白开离开的时候 走路都摇摇晃晃 掉着眼泪 但梁白开也还算有点骨气 从此再也没有去打扰杜小雅 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 后来听说他们家败落 一架子人都回到乡下去了 你们认为梁家有今天 是不是他们就由自取 这样的结局 你们满意吗